HELLO 大家好 我是HELLO 今天和外母阿姨攝影師一行四人來到佐敦 一間有17年歷史的日本餐廳吃飯 有些人可能會擔心日本食材的安全問題 看新聞也知道政府花了很多錢和時間為我們把關 所以入口的食材我都很放心吃 這次帶外母和阿姨過來 因為他們很喜歡吃日本食材 說了那麼久我們馬上出發了 好 Let's go 講到交通路線 我們在佐敦港鐵站A出口 一出來走回彌敦道 大概不用一分鐘便會見到 所以非常方便 雖然近佐敦港鐵站 但其實它也屬於比較隱細的位置 如果它暗立了17年 我相信它的食物和服務也有差不多的質素 看看餐牌的價錢普遍都是比較平民 還有款式種類也挺多 還有很多不同的特色菜式 相信廚師也挺有興趣 原來這裡還有宵夜優惠 不用等到11點了 8點半開始已經有 主餐牌每天8點半後都有8折 乾杯 身體健康 哇 這個蟹子沙律 哇 我知道是大了 這個尺寸 但沒想到我這麼大 看看 放在我的頭上 就知道 真是有多大了 比你的頭 大過我的頭 真的很誇張 很划算 請拌起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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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怎樣 好像一個蛋糕似的 對 很厲害 吃多一些菜 健康 健康人生 先吃菜 到吃刺身了 這個是百品刺身盛盒 當然最精彩 這裡有半版的海膽 看起來好像挺新鮮 我們都很喜歡吃海膽 其實我還未是最喜歡 最喜歡的是 攝影師 和外母最喜歡吃的 另外 這個反而是我最喜歡吃的 油甘魚 這個很肥美 這個就是季節魚 現在就是池魚 池魚 會比油甘魚 會煙韌少少 還有 我最喜歡吃的 帆立貝 攝影師最喜歡吃的 三文魚刺身 我的油花都分布 多平均 這個就是金蝦 還有八爪魚 和筆記杯 一共八款 海膽還有紫菜 還有飯糰 麻煩攝影師 我沒有吃之前 我已經吃了一塊 其實我看見它這麼橙色 就吃了一塊 但吃起來真的很鮮甜 而且它一點鴨味都沒有 連我媽媽都說很好吃 媽媽,你覺得海膽好不好吃? 都很好 刺身除了海膽鮮甜之外 最喜歡吃的就是油甘魚 因為你看那個位置是很鮮甜 池魚我覺得都好吃 它是屬於煙韌少少質地 還有都很新鮮 其餘我最喜歡吃的帆立貝和三文魚 都是有水準的 本來我都沒有打算吃這隻蝦 因為像普通刺身 壽司店的蝦 但我最初叫它的名字叫金蝦 又比較特別 我沒有吃完 它說這隻很甜 很好吃 我試試看 真的和一般的蝦是不同的 它會是黏一點 而且吃起來很甜的蝦味 但它的樣子跟那些差不多 又不是非常健康 很容易錯過了 這個就是活鰻西京串 用西京燒的醬汁和一般的燒鰻魚是不同的 而且這裏老闆堅持用新鮮的鰻魚 而且他說用黑鰻的會比較厚身一些 脆身一些 而且沒有泥味 他見面燒得非常香脆 很吸引 這些是我最喜歡吃的 反而我喜歡吃這個多於鰻魚 外母也是 他很喜歡吃這些 所以叫兩吋 我們可以每人一半分享 這個真的非常好吃 很滿足 你看皮燒得很好 很脆 還有一些醬汁不是很鹹的 有少許麵糞 有少許的味道 和平時的鰻魚 有時它會很鹹 和會比較軟 有少許的味道 這個就是脆身的 即是它的厚肉很脆 它沒有騙我真的沒有泥味 吃起來很滿足 和很好吃 連外母阿姨那些都吃得很厲害 這個熱辣辣的就是鐵板牛舌 鐵板牛舌是慢煮的 所以比較軟 也挺厚身的 如果煮得不好 就會很難咬 但它是很容易刺得開 和它是很香牛味 因為剛才說了它是慢煮 所以就很正 這個 就算洋蔥也很香 有些黑椒味 我們大家都很喜歡吃甲羅蕭 所以點了兩份 因為其實一個甲羅蕭可以選擇 配這個叫什麼 鱈魚肝 這麼脆的 這個鱈魚肝 還有是紫菜珍珠飯 兩款都試完了 甲羅蕭很熱 是不是很熱 OK 都很熱 小英少許犧牲 我真的沒試過配飯多 對呀 沒試過用鱈魚肝 先試一下 甲羅蕭就吃得多 但配鱈魚肝也是第一次吃 還有蟹膏是很香的 原來配鱈魚肝是這麼好吃的 因為它是比較脆 還有鱈魚肝 大家都知道會有少少少 魚 有少少魷魚的香味 加上甲羅蕭也是很香的 那些蟹膏 兩種鮮味一齊湧出來 好像新的味道 左右 究竟鱈魚肝的味道 還是蟹膏的味道 左右一齊湧過來 攝影師幫我包了整個飯糰 試試配飯 飯都好吃 不過我覺得配鱈魚肝會更加特別 因為有兩種鮮味 一齊新力升 夾閘在口中 上一圈山 不是新力升 層次更加豐富 外母和阿姨很喜歡吃鰻魚 我們就叫了鰻魚飯糰 這些鰻魚都是很厚的 加上這個飯糰 它有燒過 所以看到這些飯糰 很脆 反而我們四個都覺得 飯糰非常搶劲 因為它的表面 很脆 有點像吃飯糰 而且它裏面 很夠濕潤 它的飯質質很好 所以你一致推薦的飯糰是很棒的 鰻魚 我覺得也很好吃 其實它本身也是很厚的 它的醬汁 所以吃得出的鰻魚 亦是新鮮的 我和攝影師 就喜歡之前的西京燒 我自己喜歡那種味道 但是外母和阿姨 反而會覺得 喜歡吃這隻蒲燒鰻魚 覺得很棒 所以口味的東西 就真的各有所好 這個麻辣炸雞扒 不是普通的雞扒 麻煩攝影師 你用手來看看 你看一下 巨刀 可能鏡頭未必拍得很清楚 但是真的超巨 拿著我的看 真的有我兩隻半手 你看一下 比臉大 真的很大 要這樣才能看到 剛才未必拍到 看看 大家都聽到 真的很脆 皮很脆 還有這個大塊 真的很划算 但是麻辣味 比較淡 如果喜歡吃辣 可能覺得不夠厚 因為我都覺得 沒有什麼辣味 但有香味 而且裡面充滿肉汁 還能保持到 很汁 這個是茶碗蒸 你說茶碗蒸 每個地方都有 剛才店員 極力推介 其實茶碗蒸 要蒸得滑 也有技巧 就像我們蒸水打釀 不是那麼容易 適合很滑 它就有個秘方 所以蒸得特別滑 而且 其實樣子也有少少不同 先用一筆來看看 你看到上面的汁 還有剛才這筆 我覺得有點像布甸 豆花布甸 是很滑 很順滑 我明白為何電魚 會極力推介 因為它真的入口 會滑 在喉嚨上 所以不要太熱 否則會令喉嚨很熱 有很多湯 跟一般茶碗蒸很不同 比例合到好處 而且它不會過咸 不會掩蓋蛋的香味 咦 咦 咦 原來有海膽 難怪湯有鮮甜的味道 這個就是花魚一夜干 其實它賣108 跟我上次在泰國吃日本餐 那些是差不多價錢 所以這個也挺划算的 這個燒得更漂亮 很香 這隻一夜干 它是有點鹹香 因為它通常會半乾濕的狀態 但是它還是很濕潤的魚肉 而且很滑很香 不過這隻魚它的魚味就不是很重 串燒拼盆 這個就是最特別的 這個是豚肉 再夾著一些辣椒 我初來以為是兩吋金菇肥牛卷 原來不是金菇肥牛卷 旁邊就是燒雞翼 這個是雞軟骨 這個是冬菇 直串燒當然不少 啤酒 我想大家可能有機會喝過 這隻Frozen的麒麟啤酒 不過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老闆跟我說 它原本 做這些類似沙冰的味道 那些泡 其實它原本只是用普通啤酒 這樣就變了有點苦味 所以它又覺得這樣不行 沒有特色 而且未必這麼好吃 它自己用了配方改良過 令到它會有少少甜 就不是苦味 真的要試試看 試試這個啤酒 吃串燒 要喝啤酒 試試這個泡有甚麼不同 真的 它這隻泡是沒有苦味 加上這個泡喝啤酒 感覺上有點像奶蓋芝士的茶 這樣 不過現在很厚 很難喝酒 嗯 但是有一番風味 用來趁串燒 正 串燒我覺得最好吃 就是豬肉包著辣椒 挺特別的 因為它的辣椒 一咬一下 你會覺得好像辣 但原來其實不辣 有些辣椒的香味 之後就滲了甜味 挺特別的 第二我覺得最好吃就是雞翼 它不乾的 還有我喜歡它有少少鹽的香味 不會蓋我肉本身的味 其餘那些就正正常常 但都OK的 這杯很美 就是香肚荔枝梳打 粉紅色的 接著旁邊的杯就是青蘋果 好有趣 是生薑梳打 我常常會試這杯 接著這杯就是牛油果奶色 還有這杯是熱飲 它是一個綠茶的辣椒 貪心的就試齊了 這杯 這個牛油果奶色 很滑 還有少少甜 是很不錯的口感 這杯就真的特別了 因為剛才跟你們說 是生薑梳打 它就不會很辣 但有少少生薑味 香到荔枝梳打 我覺得荔枝味比香肚 這杯熱飲我問過阿姨 她說很特別 就是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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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 我看著覺得很特別 為何好像有些生菜在飲品裡 原來我這杯是生薑 我申請大家喝這杯 因為真的很特別 而且越飲越濃 薑味又不會很新辣 甜品時間 這個比較特別的 叫做生忌廉吉士銅鑼燒 顧名思義就是像銅鑼燒一樣 但加上吉士忌廉 好 交給攝影師 還有紅豆在上面 即是更加豐富的銅鑼燒 這些變種 幾特別 真是未見過 都是第一次見過 這餡料很厲害 這個口感很特別 上面這個是煙煙韌韌的 這裏有些紅豆 不太多 不會很甜 加上吉士忌是冷的 整個感覺很特別 而且吉士醬是有少許濃稠的 即是不太稀的 這個很好吃 其實我和朋友之前都光顧過幾次 至今它的食物質素都能夠保持 所以它能夠做到17年都有它的原因 今次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 以及分享給朋友 按旁邊的小鈴鐺 一邊可以出來馬上收到通知 追蹤我Facebook、Instagram 一定下段影片再見 再見 拜拜 拍完了 不怕麵紅 先喝杯啤酒 好才行 啊 好才好 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